救国团艺术文化大使李德真教授 毛笔一灰 先行开笔 画出的花朵 枝干轮廓 接着由救国团首席艺术文化顾问 国保书画大师李可梅接手 不亦毁功夫 一幅栩栩如生的富贵吉祥画作 就完成了 这可是要赠送给救国团典藏的画作之一 我们救国团本来就是要推广中华文化 那书画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透过这个书画 我觉得对一个人的气质 人格的培养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也很乐意来举办这个活动 藉由书画艺术弘扬父爱 及培养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救国团特别邀请18位 国内盛名的书画艺术名家 举办富辞易游现场辉豪活动 不但有两位大师及顾问及推广大使 促成这次活动的艺术家热烈参与 也将传承艺术文化列为重要目标 一方面庆祝这个活动 一方面在发扬中华文化 同时来希望对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社会风气 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品德教育 能够有一些积极的促进的作用 因为我相信练书法学会画 对你的品格的修养一定是有很大的注意 活动邀请包含中国美术协会理事长李沃源 中国书法基金会董事长连胜燕 中国书法学会理事长陈明镜等书画名家现场辉豪 壮阔的山水作品还有书法及小品画作 甚至眼神威嚇的钟奎等 都在会中赠送给救国团作为典长 让中华文化得以远远流长 记者陈明镜 采访报道